曲名字幕志愿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连眼神都变了 其感觉手心又很陌生 让一切像做一味心的梦 爱情都经过彼此的生活 一眨眼一转身 怎么消散像一场烟火 时光悄悄告诉我 这一次别让爱擦身而过 爱越丰厚 越让心变沉重 爱越执着 越让人受折磨 不能抓紧我 还是放弃我 我都不曾离开过 深陷爱情就算无法挣脱 柔乱时光只愿陪你挥霍 能不能抓紧我 还是放弃我 至少我们曾爱过 至少我们曾爱过 陈一渡 你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开门啊 你明明没有做 你为什么要承认 为什么要骗我 你就那么想我恨你吗 对 我恨你 我恨你让我一次次地爱上你 我恨你看不懂我的逞强 我恨你要承担这一切 我恨你你有委屈要赶我走 你听到了没有 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不过五年前 我们没有濒临破产 我们没有吵架 只慢慢没有受伤 我爸没有遇到那场车祸 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分开 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分开 你看吧 我真希望 这五年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我 你愿意娶我吗 让我一辈子做你的女人 我愿意 告诉我 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连眼神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 一辆由荷兰阿姆斯特丹 开往布鲁赛尔的长途巴士 由于司机疲劳驾驶 与途中不幸遭遇翻车 据悉 该巴士逐司机外 共载有四十九人 其中有十四名中国工作人员 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工作人员 正如陈老师 不幸遭遇翻车 彼此的事 一张眼一张声 怎么消散相一场眼火 时光强敲大 身边连一个可以一个人都没有 好了好了 别人来擦身而过 行了 陪我呢 对不对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我好过你 总有一天 这一切都会好起来 别让人受折磨 不论抓紧我 还是放弃我 我都不曾离开过 谢谢你帮我实现我的梦想 我也要帮你实现你的梦想 告诉我是什么 我的梦想就是 有一天你在你巴黎的大秀上 亲自向我求婚 你 以身相许喽 你双手该松开还是紧握 你双手该松开还是紧握 你深陷爱情就算无法挣脱 柔软时光只愿陪你挥霍 从大家五都 hade一个 bele monster 算是 May Rongel 大卢手该松 thank you 我不要变到 等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把初心做出来给我 好不好 我就要初心 好 一言为定 进来 老大 咱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你的指示 知道了 对了 一旦证人那边的路 被我们堵死 想救陈一渡 就只剩下一个办法 不过 李薇薇那边一直没有动静 需不需要我敲打敲打她 不用 李薇薇一定会去救陈一渡的 莫总 我们被设计了 证人临时改了口风 没有向媒体指认莫凡 而且彻底否认了自己 调缓过玲珑的婚纱 我们怀疑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都是莫凡案来的 陈总 您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服装行会已经撤销 对您的调查了 怎么回事 这个嘛 李薇薇刚刚在玲珑的网站上 发布了辞职信 而且她还说 风担百货PK大赛 是她一手策划陷害了杜 莫凡 先生 先生 放开先生 还是不是男人 先生 你要干什么 冷静一点 先生 你要想报复尽管找我 不许动李薇薇 你终于知道心疼了 放开 害你家破人亡的事物 跟李薇薇没有关系 你放过她 我任你处置 陈一渡 我早就跟你说过 一定要让你尝一尝 失去心爱的人的滋味 你也不用脑子 好好想一想 李薇薇是你最心爱的人 我怎么可能放过她 你 先生 是 冷静一点 先生 先生 抢了你的公司 你满不在乎 现在为了李薇薇 你变成这个样子 我很满意 陈一渡现在已经不是 度婚纱的人了 以后不准她踏入公司半步 是 莫总 你给我放开一个火 先生 先生 放开 你说薇薇到底去哪儿了 谁能告诉我她现在在哪儿 莫总 我们从早上一直找到现在 根本找不着 你说立总把这么一颗重磅炸弹丢出来 我们怎么解决这件事啊 莫乡 我 你 你看 你干吗 我 你有病啊 你再打我报警了啊 来人哪 放开我 你别管 出去 去 你到底想干吗 你自己看清楚 我以为她被你们逼走了 不会再回来了 这下你满意了吗 这就是你想要的吧 你说话呀 莫为 我以为 莫为 认错人了吧 你还要跟她们一起来 封单百货PK大赛刁邦案 出现反转剧情 玫瑙设计总监 莉薇薇主动承认 此前对于杜的指控 都是自己一手刻画的 因为此事件性质恶劣 服装行业协会 经研究协定 给予莉薇薇 终身行业进入的惩罚 咖啡还是水 不用了 谢谢 好好好 咱们玲珑呢 虽然成立的时间不是很久 但是在业内的地位 那是有目共睹的 婚纱定制就不用说了 去年我们推出的 女装 成衣 大获成功啊 但是我怎么听说 自从出了莉薇薇那件事 咱们玲珑的业绩 可是一直在下滑呀 谣言 全都是谣言 那是玲珑的竞争对手 嫉妒玲珑的业绩 所以故意污蔑我们的 所以张设计师 不要太在意 来 喝点水 但是我 好 我再带你到下面参观参观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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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新上任的 设计总监张阳 张设计师 大家好 好 好 张设计师啊 这就是我们设计部的同事 今后你要跟他们一起工作 一起奋斗了 我很荣幸 老外 这是怎么了 老 不是 老外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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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a 有点 cer 这 但我说 com 非常有点 然后是 分享 比起碼 这怎么了 有话好好说行不行啊 鸡呀 我喜欢 什么 什么就有鸡了 你干什么呢你 你们 你个死该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我今天会被剁了你不可 你不顺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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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查六人 这都不要杀我 谁都别乱我 谁拉我 我没在一起多 我得走了 我得走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觉得 我无法承认这份工作 你们练起高明吧 一起高明 别走啊 别走啊 谁不最喜欢你了 谁呢 你们想干什么呀 这是第八个被你们 气走的设计师了 你们想弄傻嘞 去告诉霍小 有种 就把我们全都开了 只要我们再玲珑一天 这里的设计总监 就只有丽薇薇一个 我说 你们以为 我不想把丽薇薇 请回来吗 虽然丽薇薇是个女魔头 对不对 你 她 她比现在的霍小好多了呀 她 气死我了 这什么水啊 大家不要走啊 刘班长 王厂长 大家不要走好吧 再给我两天时间 我一定把大伙的工资凑齐 王厂长 你也不容易 我们大伙都商量好了 厂里欠我们的工资 我们不要了 可是厂里这半年来 一批货都没有卖出去 我们大伙都要养家糊口 我们实在是等不了了 走吧 大家再帮帮忙好吧 帮帮忙好吧 王厂长 你们二位是 你好 这位是我们 玲珑婚纱的总经理 霍萧 霍总您好啊 您好 您是来我们厂 订面料的吗 我呢 这次过来是想 买你们的专利 买专利 对 其实你们前面的状况 我们也看到了 您这 不是站着毛坑不拉屎吗 而且现在 连厕所都不是你们的 你还有什么资格 霸占着那个专利呢 别别别别 王厂长 告诉姓末的 我这个专利 就是烂在手里 也绝不会卖给 这个卑鄙的小人 王厂长 我们跟那个姓末的 没关系 你搞错了 你们不是姓末的派来的 拿远一点 我们跟姓末的 真没有关系 而且 她是我们的死对头 如果你不卖给我们的话 到时候被她抢了 那只能倒闭了 自认活该吧 我还听说 你女儿好像有先天性的 心脏病是吧 你想干什么 动手术啊 我跟你说这事不能拖 不 我帮你安排好了 这 这是真的 唯一的要求 就是我把专利卖给你们 好 我卖 五百万 你们准备合同吧 不好意思啊 五百万是之前度开的价钱 而不是我们的 那你们的开价是多少 三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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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不去抢啊 行啊 到时候被姓末的抢了 钱没了也就算了 把女儿的命都搭上 不好怕 再考虑一下吧 王厂长 好好考虑考虑吧 你跟姓末的一样 都不是好东西 谢谢啊 霍总 我觉得吧 做什么事都得留点余地 再说赚钱有那么重要吗 确的事做多了 会遭报应的 你在教我 我做事情 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的 是 好好开车吧 酒来了 酒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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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你 来 来 干一杯吧 干杯 干杯 咱们是不是应该 先说点什么呀 好像也没什么事好庆祝的吧 真没想到 既然有一天 我们能成为同盟 可不是吗 一年前大家坐在一起 这种事想都不敢想 真没想到 这才一年的功夫 居然发生了那么多事 可不是吗 敌人变成了朋友 朋友变成了敌人 真的 我现在真无法忍受祸消了 我现在跟着他干活啊 简直是助纣为虐 我越来越鄙视我自己了 我自己翻一杯吧 是啊 再下去 我也要辞职了 其实我早就想走了 可是我答应过丽总 在我退休之前 是绝对不会离开玲珑的 只有丽总回来 才能治好霍总的病 丽薇薇有消息了吗 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 完全没有薇薇的消息 她应该是故意闭着我吗 可是这都一年了 丽总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丽薇薇回来又能怎么样 她自己承认陷害了渡 就算她回来了 她这一辈子 也当不了设计师 好了 别说这么多了 我说的是事实啊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会帮丽总 把玲珑的位置留住的 身在曹阴心在汗的感觉 真难受 好羡慕你们 可以跟着陈毅渡 重新开始创业 行了 不说了 来来来 喝一个 喝一个 来 来 你们是不知道 这个陈毅渡 已经快封魔了 丽薇薇要是再不回来的话 我看 她离过老死不远了 好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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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告诉我 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连眼神都 变了 既感觉熟悉 又很陌生 让一切像做一回新的梦 阿渡 发什么浪啊 怎么了 卫卫 你终于回来了 我好想你 你在胡说什么 我一直都没有离开啊 卫卫 爱越丰厚 越让心变沉重 爱越执着 越让人受折磨 无论抓紧我 还是放弃我 我都不曾离开过 你曾经深爱的是谁 一份爱会不会对垃圾 有几分笃定 几分疑惑 唯一人透明的无法触摸 我们两颗心 人海中漂泊 走一走 听一听 分岔路 更向左我相拥 偷偷偷转转 偷偷转转 你和我 一双手 该松开还是 紧握 爱越丰厚 我还没有原谅你 我后悔了 爱越执着 越让人受折磨 现在知道后悔了吧 抓紧我 还是放弃我 我都不曾离开过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为了前途放弃你 你太瞧不起人了 是我错 我不会再放手 我会再放弃你 我会再放弃你 还是放弃我 至少我们曾爱过 至少我们曾爱过 是 莫凡最近做事情 越来越谨慎了 简直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这一年来我们费尽心思 依然没有抓到什么把柄 这么下去恐怕永远都不会有进展 改变策略 查不到现在的 就查过去的 过去的 你忘了 丽薇薇和陈奕杜 一起经历了毒面料的事情 那批毒面料来历不清 计划缜密 感觉像是有人蓄意涉及的 你觉得这件事也是她做的 肯定是的 好 我明白了 对了 薇薇那边有消息吗 还是没有啊 莉薇薇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走吧 嗯 今天早上空气真好啊 你说啊 你说薇薇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看看我 我都想她了 妈 薇薇最近工作确实是太忙 实在是抽不出时间 什么抽不出时间 我给她发微信她都不回 连回微信的时间都没有吗 来 坐 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呢 刚接了一笔大的订单 薇薇现在忙得是脚不沾地 别说微信了 就连电话有时她也听不见 她那么忙 你还在这儿坐着干吗 还不赶紧去帮帮她 妈 你要是让我未来的儿媳妇 累着了 我可不饶你啊 您放心吧 我绝不会再让薇薇受苦 这就对了 这才向我儿子说的话 男子汉大丈夫就得有担当 快走啊 不要在这儿坐着了 快去帮薇薇 快去啊 快去 快点去 快去 去啊 那我走了啊 下次再来看您 下次再来的时候 把薇薇一起带来啊 快去听话 快去帮薇薇 怎么样 都收拾好了没 收拾得差不多了 这次咱们公司啊 下乡送温暖活动 地点就定在了南西村 咱们公司的设计师呢 每人都设计了 好几款童装 保准让这些孩子们 过一个开开心心 漂漂亮亮的大年 时间不早了 咱们出发吧 陈总 对了 那个一会儿到了 您还要给那些孩子们 上一趟美术课 知道了 知道了 陈总 这地方好像是上次你们办真人秀的地方 你还记得吗 当然 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来 阿渡 阿渡啊 小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的题目是 我的家乡 好不好 好 大家拿出画笔开始画 想象一下我们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 来来来来 马上就到啊 一快玩就到了 真是辛苦你们了 谢谢啊 那 就在里面 不能给我挖的 好了好了啊 孩子们 孩子们 来来来 别说人了 来 这位是陈叔叔 他可是个大好人哪 这次 专门给你们送来了过年穿的新衣服 快谢谢陈叔叔啊 谢谢陈叔叔 不客气 今天啊 陈叔叔我要给你们上一堂画画课 你们知道吗 陈叔叔可是大设计师 跟他学习画画的机会 可不是一直都有的 你们要好好学 听见没有 听见了 来来来 坐好坐好 坐好 来来来 来给我 慢点啊 没事 坐好了啊 行吗 没事没事 来 你们喜欢画画吗 喜欢 那你们知道画画的意义是什么吗 不知道 孩子们 画画呢 是人类捕捉美的手段 一旦我们具备了 发现美捕捉美创造美的能力 我们的生活 就会和你们的画一样丰富多彩 所以你们想要这样的生活吗 想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画画好吗 好 好 这是我们老师画的 他眼中最美的家乡 这也是我眼中最美的南溪村 这是南溪村 留给我最珍贵的记忆 好 好 那我们就接着你们老师留下的题目 完成这次的美术课 好 好 好 别怪我多嘴啊 你们当局者迷 我可是旁观者清 你心里放不下阿渡 阿渡的心里也放不下你 这一年来 我到这里 试着忘掉过去 想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我想说见不到他 心里也就没有念想了 我离开他是为了保护他 希望他不要受到伤害 但今天见了他 才知道 原来心里还是放不下他 既然都放不下 为什么不给彼此一个机会呢 我们两个在一起只会互相伤害 我觉得分开才是我们最好的方式 很多事情都会随着时间过去 时间 可以中断一切 走 走 我不走 走吧 你放开我 我不走 你放开我 我再三追问 寿大叔才告诉我你在这里 你知道我找你找得多苦吗 我不想见你 薇薇 别走 如果你不在意我 你怎么宁肯牺牲自己 背上莫须有的罪名也要救我 薇薇 你不在的这一年 我过得很不好 如果不是上天眷顾 让我在这里遇见你 可能我这辈子 都会在找你的路上动过 你曾经问我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去的那六年 我们会不会在一起 我只知道 无论我们有没有经历过那六年 我还是会爱你 你就这样突然出现 薇薇 过去的事情 我们无法改变 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我成立了一个新公司 叫做初心 跟我回去吧 可是我在设计界的名声 已经毁了 我回去只能带给你麻烦 难道你就希望 背着墨须有的罪名 过一辈子吗 我认识的丽薇薇 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 跟我回去吧 遇见你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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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灯 为怕你出现我面前 老大 面料的专利权 被霍霄抢走了 霍霄 霍霄这小子 根本就是故意 和我们过不去 为了逼王厂长 卖这个专利 我用了好些手动 结果呢 被霍霄捡了个便宜 老大 你说 要不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不用 霍霄最近变得 倒是越来越让我欣赏了 早知道当初 不应该这么快和他决裂 陈一渡那边怎么样了 陈一渡他们工作室 现在已经开始接单子了 你开始布局吧 这一次要给他致命的一击 是 好久不见啊 老周 好久不见 怎么 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嗯 你怎么找到我的 莫先生想要找人 有的是办法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前后两亲互不联系 不是事败露了吧 我还没想到 你想多了 我来是替莫先生传个话 上次的东西 还能不能再搞一批啊 不行不行 这是缺大德的事 我不想趁这道浑水 老周 上一次给你的那笔钱 被你这几年赌博 输得差不多了吧 看起来 你怎么知道 像这种赚大钱的机会 错过这一次 这辈子都遇不到下一次了 密码给你 你看你邋遢的 把自己好好收拾收拾 马上就是有钱人了 要学会享受生活 擦呀擦呀 你到底会不会画呀 你会不会擦呀 你这样我根本擦不完 薇薇 你终于回来了 薇薇你回来了 谁谁谁回来了 薇薇啊 你可回来了 欢迎欢迎 我不想把这个作品 当成商业设计发表出去 因为这是我们两个 第一次合作设计的 我想它永远就属于我们两个 因为有一天 我想要穿的这件婚纱 嫁给你 我答应你 这件作品 只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它是属于我们两个初心 这是我按照我们以前的设计稿 亲手设计的 喜欢吗 嗯 很喜欢 霍总 王厂长父女已经到达美国了 而且小姑娘马上就可以接受治疗 医院还说 治疑的可能性非常高 以后这种事情别跟我说了 之前可能是我误会您了 后来我问医院才知道 给小姑娘治疗的费用 远远高于咱们面料专利的价值啊 霍总 您也是 明明是一片好心 为什么装得跟恶人似的 让人误会啊 请车 哦 侯爷 我除了帮他们之外 我当然还有自己的目的 不该问的就别问了 我还有事 你先回公司吧 以后这事就别再提了 怎么今天这么多死事 霍总 这个周德卿就是六年前 卖毒不料给丽薇薇和陈一杜的人 他现在人在哪儿 毒不料事件败露之后 周德卿就失去了踪迹 六年来他连亲人朋友都很少联系 恐怕这个人不好找啊 他是我们搬到莫凡的唯一途径 所以再难找也得找 是 霍总怎么跟王秘书在一起啊 有什么事不能在公司说吗 这个角度 你谁啊你 干嘛 我帮你们照相 是你谁啊你 谁要你帮啊 你又别看你 我手长你 手长就让你帮啊 你跟 你谁啊 跟你说话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神经病 走 什么人啊 店里新产品 欢迎品尝 打扰了先生 去看一下 谢谢啊 那边免费品尝 我跟你说啊 恶心死了 昨天认我那个相亲的男的 请我吃什么东西啊 麻辣碳 两个人就点了一碗 然后他把碳水后 一滴都不剩全都喝掉了 我真没见过这样的 你人家臭流氓 你干什么你 你干嘛 臭流氓 你干嘛 我没有 你干嘛 你这帅羊突然出现 悄悄闯进我的世界 带给我最特别感觉 像海鸟和鱼相连 习惯有你在我身边 呵护我的所有缺点 风平浪静不易察觉 暖流在心中蔓延 从遇见之前 再到你出现 浪费了多少时间 才要鼓鼓一切 踮起脚尖去亲吻誓言 闭上双眼 声声迷恋 声声迷恋 心跳感觉 瞬间 慢慢定格 就永远 未来的 某一天 如果当爱来敲门 为怕你出现 我面前 你就这样突然出现 悄悄闯进我的世界 带给我最特别感觉 像海鸟和鱼相连 习惯有你在我身边 合护我的所有缺点 风平浪静不易察觉 轮流在心中蔓延 从遇见之前 再到你出现 浪费了多少时间 才要鼓鼓一切 踮起脚尖去亲吻誓言 闭上双眼 深深迷恋 心跳感觉 瞬间 慢慢定格 就永远 未来的 某一天 如果当爱来敲门 为怕你出现 我面前